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是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昨天话说我在网上找新闻 找今次的题材 看到有两个人在一个擂台上打来打去 我通常看到这些我忍不住去看 那一看 哈哈 我又发现原来是一个崔健邦和一个印度 印度瑞英籍的一个拳手的一场比赛 那我看一看 看看他什么 那我就觉得呢 那我就觉得呢 因为我之后也看回留言 就说打得差打得屎 我看下去呢 就不是说真的太肉酸 但是呢 讨论点原来就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说 那个印度瑞英籍籍的一个少年拳手 原来他只有十五岁 他很英俊小朋友 原来只有十五岁的小朋友 那就跟这个崔健邦他三十多岁 就差他一倍有凸 那就打了这场拳赛 那结果这个崔健邦就输了 那先说一下拳赛的情况 我就觉得不是真的打得太差 那大家都有片看 大家评评吧 OK 那就刚才那场比赛 那当然啦 第一件事大家想起的 对上一个打十五岁的年轻是谁 那就是大波man 那不是打十四岁 十四岁 十五岁 十四岁 那比这个十四岁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 阿虹少俠 阿虹少俠 阿虹少俠就打到一坡一坡 那这个就上次 上次大波man也进了厂 他什么都进厂 他什么都进厂 他被人踩到脚趾尾都进厂 那些人就不需要 他被人推一推都飞开 就不需要多讲 那些 但是说回这个拳赛的状况 我首先说 我首先评一评价 我又不觉得是打得太差 以一个 因为我都是 刚刚我回来 我今早回来 因为我只是看了那个拳赛片段 我就不知道这个 原来是一个真人show 不知道它是一个真人show 是一个表演 我以为他走去打拳 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艺人走去打拳赛 又有什么出奇呢 撇除了那些东西 我只是看回我昨晚看这场拳的感受 就是不是太差 不合理的 以一个你当他不是练了很久的拳 不是老拳骨 他拳脚步发各样都合理的 当然 15岁的少年 无论步法 权术 各样都是优于他的 灵活 或者激打的时间 距离 各样都是比他的 既不如人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原来今早回来 再看回这件事 我就觉得 又不是那么妥当 然后再看回不同的新闻的报道 就开始觉得不对劳 原来这个虽然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比赛 但这一场就是他真人秀里面的一个环节 这样理解 而同场出席的也有不少的TVB高层 或者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士 包括曾志偉 曾志偉 各样 总之是有人来看他的 这样的状况下 很容易理解 这是一个节目 当然他赢的节目效果是好些 是会好些 大家都预了来捧他 预了来看他捧杯 才有最好的节目效果 但到最后就没办法 既不如人 就输了给一个15岁的少年 难说的 究竟37岁和一个15岁的少年 打是哪个的佔优 15岁你想想 譬如我15岁的时候 我现在去比较 我现在31岁 我不是像崔健邦那样37岁 我31岁 15岁的我的体力 体能 各样敏捷程度 当然我觉得是不及现在 31岁还是一个当打的年纪 究竟37岁或者38岁 又是不是会下降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纯粹是体能都会比一个15岁的少年圆爆呢 难说 又淡仔二十多岁 淡仔二十多岁都会跑输给阿华 难说的 但是以权论权 我觉得阿崔健邦 想得到的 但不是上这个高度的擂台 打一些管内赛 或者一些比较 新拳手的出道比赛 我觉得他是一个合理的水平的 但未至于到这个高度 但原来是一个真人称的话 那就另计了 如果你看这个徽卡 他配对的拳手 其实有一个意味就是想他 不是说要做给他赢 不是说这些东西 是做给他有一个接近一点的水平的拳手 打一场比较不会一面倒的拳赛 我觉得是做到这个意味的 但是由于他现在输了 但是外面的报道是很多 很多蝙蝠 譬如他们用的照片 我如果不看这些字 不看一场拳的话 我是以为崔健邦赢了 是啊 我叫崔健邦这样 我真的以为他赢了 这些照片全部都是他打一个对手 对手弯了面的样子 全部照片 包括报道里面用的照片 甚至是标题里面用的照片 都是崔健邦好像赢了 佔上风的画面 有效的打击 或者标题照片好像他赢了高举雙手 我成功了 原来不是的 那我就闻到一股味 就是闻到意味 就开始去尝试 一个角度去想 我觉得 就是他们的报道的方向就是 衰败又榮 那我就觉得衰败都不榮了 衰败都不榮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如果看场拳 就是两个拳手在对拳的时候 就是还可以打的时候 那就OK还可以 还可以表现得到的 还有合理的表现 合理的表现 无论是闪鼻 节奏 脚步 各样都OK的 但是去到一个地步 原来他输 是输到第四回合的时候 就因为体力不计 体力不计 磨气 简单来说就是磨气 那就打输了 那我就觉得赶不过去了 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妥了 其实我想问一下 练习十个月 其实是练习不练习得到 一个很好的体能回来 十个月当然可以练习得到 因为他现在是说他练习了十个月 还有中途还有二十四天 是去了菲律宾 是练习的练习 体能是 你问淡仔 如果十个月是 就是以你在拳馆里面 练拳击 十个月你觉得你可以 有他这样 什么都不用做 不用做大香港早晨 不用做任何东西 不用拉球 只要打拳 只要打拳 你觉得你可以体能去到什么地步 如果是四回合 四回合的话 就是这样的练习 应该可以练习的 两分钟一个回合 两分钟一个回合 就应该肯定可以 是 因为其实我们有个 丹仔专习有个同学很努力的 他就叫做 我们简称他叫街市勇 街市勇 街市勇 不是简称 是的 那他就差不多每天都操拳 应该真的每天都操拳 再加跑10k 他现在跑10k 就是说真的 以他四十岁的年纪 他儿子都是小我几年 他不止四十 四十多 他报称四十岁 这位上街的人士 那他四十多岁的年纪 他现在跑十公里 他由初头做 去跑山 是的 他现在跑十公里 是一个小时跑得完 就是他上一年的时候 其实他体能比我更差 是吗 现在他是超大幅超越了我 所以十个月是可以训练到体能 肯定是足够的 还有其实如果大家看回 其实当年大亨打比赛的时候 他都没有训练那么久 还有没有训练得那么 那个强度没有那么高 就是如果你计算数 而且那时候大亨又要做节目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不是说要少的 但是他打的对手是非常强的 Jockey是厉害人来的 那就不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不是一个和一个未发育完成的少年 去打这场拳赛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场比赛里面 输是输体能的话 我就觉得说不过去 因为你说训练了十个月 十个月的体能 不足以你在一个show里面 去维持着四个回合的比赛 我就觉得说不过去 因为你拳击 你的拳术 或者各样的技术 是要时间 要很长时间去浸淫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 必然要的事 但是除此之外 也都要讲天分 讲天分 本身你个人 会不会怕拳头 各样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有天分 你对他来的掌握 各样东西 你上擂台的斗心 各样东西 但是有一样东西 是没得拗的 这个又是要引华的名言 体能是不会出卖你的 体能是最忠实的 所以体能这一样 纯粹是靠努力 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不是靠天分 天分都有 但是你唯有是努力的 你努力就会有成果 就是体能上的东西 而你不是因为被人KO 不是因为你打得出 而是因为你的体能 你磨气 你不能继续维持住你的体能 你开始疲 开始慢 开始守低 开始中一两拳 开始挥 然后去输的话 我又觉得趕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一般的 无论在于一场拳赛 你是一个拳手 或者你是一个艺人 演艺人员 你去进行一个表演 一个舞台表演 怎样都好 这个最简单 最能够容易达成的东西 最能够达成的东西 就是体能 你都不能够富豪的话 我又觉得 你又没有什么资格 去拿这个衰败由榮的光环 即他是未尽力去操他的体能 不能够 10个月 10个月就熬不到 熬不到 熬不到8分钟 10个月在擂台上 熬不到2分钟 即2分钟1回合的四回合 和一个15岁的拳手的话 我又觉得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甚至乎你要我批评的话 他的拳 他对拳有少少 有少少Cannifornia 去到这样 我刚刚看他的片段 其实都不是打很快的拳 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Cannifornia 他对拳有少少Cannifornia 不知道大家怎样解读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健身教练拿着肩膀 给你打到啪啪声 那些 不是真的打那些 不是真的跟操拳的师傅学那些 不是真的太过 2分钟4个回合 有人说2分钟4个回合 不是容易的事 但你要看你的对手是哪个 你看回刚才拳赛的节奏 2分钟1个回合 4个回合 你操拳10个月 我是觉得说不过去的 简单来说 我是觉得说不过去的 那又回想回 我也是 10多年前 都打过3分钟3个回合 都捱到尾 但是当然10多年前 我相信当年的体能会比现在好 但是又好像有点削 2分钟4个回合 原来很少 原来听众的意思是 4分钟2个回合是很少 2分钟4个回合 2分钟4个回合 真的有点削 我以为你支持他 很多 你加上都是8分钟中间 还有一头 这个是我的看法 有点说不过去 他不是很配备 拿你这个衰败游泳的光环 就是 唯有就 如果你还是 除了这个游戏完了之外 你还有心思继续打下去的话 我就奉劝你 就是给点心思 他说到他的志愿来的 打拳是 亦都给你的志愿 那你就做好一点 好心理 不是吧 成功之前不要放弃梦想 你都不成功 你就说到好像放弃梦想 不行的 没放弃的 没放弃的 另外有一些说法 另外有一些说法 就是你打女人就很棒的 开始翻他旧帐 给他打过的不同的女友 有些我不认识他们的女友 因为我本身崔健邦 我也不太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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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打女友的经验 有一个我就觉得很过分的 有一个就带这个翻版李嘉欣 郭斯林回西贡新居 新屋 过夜而已 没打 但我觉得还过分 他有打过很多个女人的吗 带郭斯林回家是死罪 因为我觉得郭斯林挺正的 你不应该不配 OK 这个我觉得有点趣 我们知道他是出名战男 是呀是呀 出名是战的 好像有时候出鬼 打中巴 打中巴 我记得了 是吗 疑似打中巴的那个 新闻那些 就常被人说他是战人 OK 因为他带了这个 带这个翻版郭斯林 不是 翻版李嘉欣郭斯林回家 我就说他是战人 好 这个就是 纯粹有点趣味的一个新闻 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兴趣 就去找那场拳赛来看一下 看一下 纯粹就开一下眼界 怎样可以两分钟的 一个回合打四个回合就没气了 OK 那就 年宵产品 节目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又不厌其烦地介绍 我今年年宵的热卖产品 那现在大家画面看到的 就是茅山高下的卷衫 王大仙的颠倒梦想 据称是王仁达 发现了这个人类最大的秘密 合起来的口 是可以引发到强大的思想 然后写出来的一本巨著 那大家应该都看到 这个封面的一个 一个角色 他也是合起来的口 很期待 这个角色应该是不简单的 应该是不简单的 王达都合起来的口 整个星期 写这本书 是啊 如果合起来的口 整个星期就臭到冤 应该 OK 这本就是我们热卖的书 另外一本就不是王仁达的巨著 是我们另外一支剑笔 就是热血编辑部的小野 偶心挤血之作 究竟能不能成为文坛第一人 超越王仁达 就是靠这本书 这个封面有很多人赞 是啊 OK 这本书叫做有种罪犯 叫做邱班警察 我觉得这本书比茅山高校 要比茅山高校 所以要快点来买 会不会变成奇刊 然后变成像古惑仔 一个星期出两本 我觉得有这样的潜力 有这样的潜力 OK 里面就会 不要那么快 我还没讲完 这本很厉害 里面很有异头 有八百单 是啊 一百零八单 八十八 八十八单 八十八单很异头 拿来做何年礼物 送给亲朋戚友 就是最适合 里面收录了不同的警察犯案的 个案 案例 或者他之后的判决 买来送给你的警察的亲戚朋友 了解一下他在做的事 是啊 或者你的蓝丝朋友 蓝丝亲戚 你不断地说 警察做事是公正的 严正质化 你给他看 你给他看就对了 OK 那这本书 向大家推介 必然会出续集的 好 接下来就是2017年的笑死沈月曆 这个是不是多蜜画 这个多蜜 多蜜 美少女 玛雅加多蜜画的 今年主题是电影 今年主题是电影 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黄云答和陈世卫 卡通版都会扮成不同的角色 去跟大家 摆在你的桌子里面对着你 里面有观音 有Dark Fader 有 Iron Man 各样都有 大家一个对时间管理有观念的人 都需要一个练力 OK 这个也是一个热卖的产品 必然是 下一个就是 金钱B的利是封 如果有需要派利是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选择一些不用钱的方法 譬如 怎样说 那些银行 或者不同的公司派那些 通常那些是很丑样的 但是我们今年二月时报 就推出了这个金钱B的利是封 封面大家看到就是金钱B 两个眼睛都不同的颜色 你买了没有 你是不是会用这个利是封来封给我 我会用这个 我会用这个 但是我会避连 应该我未结婚 应该我未结婚 我避连 我派给你 应该我未结婚 那就写着恭喜发财 发个mail头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要买这个 如果要买一封利是的话 就买这个 这么漂亮的利是封 下一个就是 二血小联军的CAP帽 这个就有意义了 为什么说它有意义呢 这个二血小联军的CAP帽 将会和这个 体育够小的T 体育够小的T 其实是他们的收益 将会是资助二血小联军的活动 它的营运经费 所以你们每买一顶 二血小联军的CAP帽 和每买一件体育够小的T 都会救助到香港 孤苦瘦苦的青少年 那我们就可以 支持我们二血小联军的营运 这样 这个 是的 这两件产品 二血小联军的CAP帽 和体育够小的T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 如果大家现在进入 二血小联军的主页里面 去到课金那里 去课金浴城那里 你就会见到多了一个主持 是叫做 这个 热血小联军的 那其实他就不是一个主持 他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主持 那就会是一个 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月中 都会有的一集直播 或者直播的节目 OK 会讲述一些关于二血小联军的近况 或者发展 或者一些状况 或者是报告给你们听 一些 比如支持了 支持了这个二血小联军的 一些金主也好 一些 怎样的状况也好 都会 报告给大家听 我们这个月做了些什么 OK 如果大家想去支持他 就货到那个币 他就不会和二血小联军 分成的 他就所有钱都会 撥到二血小联军 那里做一个营运的开支 好 下一个产品 下一个产品就是热狗T Joey最喜欢的热狗T 那这件T就是由欲求不满去设计的 好可爱 上面就写着 Are you a hot dog 我不是看得很清楚 这字太小 淡仔看不看到 应该只有淡仔看得到 上面就写着 How to make hot dog 怎样做热狗 跟着就是问 Are you a hot dog 问他你是不是热狗 跟着你下面就答 No Then you must be a hot dog 不是热狗 不认热狗那些全Q步都是热狗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系列的产品 大家记得如果之前我们是书展 书展的时候就有个产品 就是热狗仔袋 热狗仔的toe bag 书展都买了两个 买了两个 我买不到断货 现在不要紧了 买不到的可以重新回来买个 伏黑版 伏黑版的热狗仔袋 跟热狗仔T 是一个系列的产品 都是欲求不满的设计 很有趣的热狗仔 下一个产品 黄天击杀系列 这个很厉害 黄天击杀CAT帽 黄天击杀的Netwarmer 还有黄天击杀的T恤 T恤 还有记事宝 还有记事宝 一套四款 买完 你就可以 我记事宝写不写自己的名字 可以随意地 为什么要写别人的名字 不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好像死亡笔记 你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就没事 别人写你的名字你就死了 这个就是黄天击杀的系列 我的名字写在黄天击杀上面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宣传片 你都看到如果将所有的黄天击杀系列 穿上身的话是一个什么效果 加上这个黄天击杀的记事宝 我相信是可以随意运用黄天击杀的实力 的能力 去击杀所有你想击杀的对象 所以要买就要一套 一套只要480元 480元这么划算 就可以黄天击杀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或者一班你不喜欢的人 本部有很多空位给你写 这么大本这么厚 那就写了中国 写在这里OK了 这些就是我们《义气时报》 今年年宵最新的热推的产品 但是其实之前 譬如书展的时候 有一些书 当时发生的书 其实都可以卖的 如果想去补购的话 又懒得上网 或者说我十七岁 我没有信用卡 我网上买不到 那你都可以来年宵买回 我们之前有的 有发售的一些书 或者产品 譬如 现在我们出的 是一个 茅山高校的第三卷 你想买卷一卷二都行 那还有金钱诗系列 各样不同的小说 或者古画仔 那些我们都会有得卖的 OK 再说一次 我们的维园年宵 维园年宵 三十一和三十二号档 就和去年是同一样的位置 另外我们年宵的时候 还有很多不同的节目 将会移私到年宵那里去进行直播 包括我的节目 那就体育救世 下个星期三的体育救世 都会在维园年宵的旁边那里进行 那就不会在这个观塘的康宵游乐场 不会 那就要去维园年宵 维园的跑步径 那我们八点钟就会在维园年宵隔离的跑步径 都早一点点到我们的摊位 买这个体育救世的快干T 就可以一起来穿着这件T 一起做运动 OK 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就去到这里 我们要多谢金主 我和你有货救 是 多谢金主 阿华有没有 没有 搞错阿华没有 阿华那么勤力 你干嘛杯葛 不是杯葛 对了 他们听过鸩仔的意见 要斗走我 不疼阿华 不疼阿华 不行的 我们要多多支持阿华 阿华都要多多努力 大家金主都支持你 OK 是的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补充 没有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晚点到国内大台再见 拜拜 来吧 3 5 2 4 5 6 5 5 5